好 接著我們最後一段是要算的叫做天氣預測 我們從以前的人就很希望能夠知道天氣 要出去玩 希望天氣好一點 該下雨的時候 希望夏年雨滋熱我的大地 讓我的稻子能夠成長起來 然後呢 打仗的時候也就要下他的雨 這樣比較好打仗 OK 就是我希望能夠知道天氣 可是古人沒有什麼氣象學的知識 也沒有什麼儀器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靠著生活經驗 然後累積了生活經驗之後 就得到一些現象歸納出一些情形 然後留下一些俗話 就叫做立春就在2月4號 清明大概4月5號 立春落後到清明 就叫做春雨啊 春天天氣不穩定 一天下雨一天起 下一個呢 國語台語還有所有的經驗都有 那個螞蟻斑家 蜻蜓低飛 青蛙斑架 可能要下雨 可能要下雨 這是高雅斑家 高雅斑家 可能要下雨了 然後呢 這也是國語跟台語都有 未吃5月中 不好不可丟 沒有吃中的之前 冬天的衣服不要把它扔掉了 不要收起來 為什麼 因為聽聽都還有可能會變得 聽到不能 那國語跟台語都有 未吃5月中 不好不可丟 可是這種靠生活經驗的會有一些問題 一個問題叫做它會受到地域的限制 東北人的生活經驗跟華北人的生活經驗是不一樣的 華北的經驗跟台灣人的經驗也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 可能因為講完之後就會有一個以兒傳耳 傳說 颱風草上有幾個折痕 進來會有幾個颱風 他們就胡說八道 就是一些以兒傳耳的狀況 所以 那當然是古人的做法 我們現代人就會有儀器 我們有知識 有學問 我們有氣量的知識 我們就做一些 然後很多儀器 我們有觀測瓶 那我也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有探空氣球 我們有什麼雷達回波圖 然後來 那我們幫助我們來瞭解 然後綜合分析研判 我們就來跟你報氣一下 明天是陰天還是晴天 會不會下雨 最高溫 最低溫多少 之類就報告了 所以 那我們就有這些攻擊 這個是最基本的觀測品 最基本的觀測設備 然後來幫我量氣壓 量溫度 濕度之類的 風向 風速 然後這個是一個氣量局做的影片 它有一點吵 好 觀測品 基本的設施 來觀測一些東東 那個右手邊那個白白的叫百葉蝦 因為最重要 因為考試最愛考 考一個問題 它應該什麼顏色 考一個問題 看它面向哪一方 好 你好 這邊都有寫 因為它要減少熱輻射 這要怎麼辦 然後有最高溫度計 最低溫度計 最高溫 最低溫 然後呢 量乾石球是要量濕度的 高中才會教我 國中不理它 然後呢 連續溫度計 進入天溫度的連續變化 然後這是震發明 量震發亮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雨量計 量雨量 各式各樣的雨量計 量雨量 好 還有量日燒 好 量日燒 這是量溫度的 這個溫度 落敏就是跟溪度有關的 好 量日燒 OK 然後呢 觀測屏得到資料 就是送給氣象局 氣象局就畫出這玩意兒 地面的天氣圖 來來來 這就是我們考試的重點 以後考試就畫了地面的天氣圖 開始問問題 請問你 這裡叫高壓ID啊 要標H還是標L 好 這裡是能說還是逆時鐘 上升還下沉 天氣好還是天氣差 請問你 這個是什麼封面 請問你 這裡跟這裡誰溫度高 請問你這裡跟這裡誰壓力大 請問你 這裡吹什麼風 這個全部都是以前學過的 對吧 一張圖全部考完 一張全部考完 要會認 要會看圖 要會認 要會認 要會看圖 OK 然後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三種圖 一種叫做可見光的雲圖 一種叫做紅外線的雲圖 還有雷達回波圖 涼水氣圖 可見光就是可見光嘛 你看他叫做可見光 看你見的光可見光 他通常是在看雲的多跟少 比較多還是比較少的雲 比較多雲啊 就是這樣 好 這組看到什麼事情 有一個帶狀雲表的是什麼 有封面 有一坨雲圓表的是什麼 台風 台風 喔 這樣這樣這樣 可見光雲圖 好 再來就是開紅外線 紅外線 開紅外線 紅外線 可見光有個地方 紅外線多個好處 說好處 晚上可以拍 晚上沒有可見光 可以的 他們今天可以拍到紅外線 還有一個叫做雷達回波圖 他是靠水氣的 他可以讓你知道水氣的多跟少 他看水氣的多跟少 OK 叫做紅外線雲 紅外線雲 拍紅外線 不要做雷達回波圖 你通常是在下過大雨之後 會看到氣氧圖 把這樣圖翻出來給你看 然後這上面顏色比較偏 右手邊這種什麼紅紅的白白的 紫紫這個顏色就是水氣比較多 比較偏左手邊的藍藍的水氣比較少 一般紅紅的水氣比較多 你就大致上可以拆 這裡的雨量會比較多 這個沒有百分百 但是大致上可以拆 這裡可能雨水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過大方 這樣翻給你看 我們整個水氣的分布狀況 所以了解這三個圖 可見光雲土 可見光的雲土 紅外線的雲土 然後記得這個雷達回波圖是涼什麼的 水氣的涼水氣的 OK 這就是我們的三種雲土 OK嗎 OK